就在刚刚一组中国女排队内对抗赛的照片曝光,图一这张照片里面与以往的人员安排发生了变化。 朱婷和李莹莹搭档主攻线,二船则是丁霞,接应为龚翔宇,场上的副公是袁新月,自由人是王孟杰,王的另外一边我们看到了三名队员,分别是主公刘晓彤,自由人林立以及副公新秀胡明月,看得出来郎平在寻求变化,在平时的训练中,搭配不同的阵容进行洋恋,为中国女排提供更多的战术可能。 现在这套阵容是在总决赛前的最后演练出来的,很有可能会将是明天中国女排与荷兰女排的首发阵容,当然也有可能是很单纯的队内的对抗赛。 另外一边演练的是,中国女排的将会遇到的不同对手,现在离总决赛也是越来越近,明天晚上中国女排就要迎来今年与荷兰女排的第二次交锋。 和大家预测的一样,总决赛没有一个对手好打,小组赛三天,半决赛和决赛两天,中国女排几近四强容易,突围半决赛不简单,B组如果不出意外两强,应该会是美国女排和塞尔雷亚女排。 说实话这两队没有一个是中国女排可以轻松通过的,所以还是需要全力以赴,来说一说明天的两场比赛情况吧。 第一场比赛是在下午的15点,B组,美国女排VS土耳其女排,直播平台在CCTV5家,或者大家可以去企鹅直播观看。 第二场比赛是在晚上的19比15,A组,中国女排VS荷兰女排,直播平台依旧是CCTV5家和企鹅直播。 第一场比赛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很重要,出现与否的关键战就是与荷兰女排的比赛。 因为小组在最后一天最后一场,我们才会遇上巴西,拿下荷兰女排,我们才会手握所有的主动权。